聖誕前BunnyE有點不舒服 於是我們去了檢驗Covid 當BunnyE有不舒服 咳嗽 我們就開始去找哪裏可以檢驗 於是我們就上網找 就是這個網站 如果我們真的有不舒服 我們就要去DHHS這個網站 dhhs.vic.gov.au 我們就進入Coronavirus 進入之後 就會告訴我們 今天的什麼情況 如果我們要去檢驗Covid 去哪裏呢 你就可以去檢驗 你會看到 Getting Tested for COVID-19 我們就要去找我們的Testing Location 你就會找到這裏Testing Location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會告訴你 哪裏是有新的Pop-up 哪裏是有些已經關門沒有用 即是沒有再去到的 亦有些是Dry-through 如果我們一直看下去 你就會看到那個地址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有一點不舒服 我們真的做一個盡責的公民 我們都應該要去檢驗一下 當天我們去到是沒有什麼人的 因為MELBURN的那時候 是零個確診的 所以我們進去 登記完 很快去姑娘 就安排我們坐在這些椅子裡等 等到大概兩三分鐘 我們就已經被姑娘叫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腦袋轉到 然後把腦袋轉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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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起碼 使用水 然後拿去 把腦袋轉到 然後拿去 等到 你做完了 你痛不痛 一點都不痛 一點都不痛 只會有一點點 癢癢 癢癢 好吧 我們我們做的過程 前後都不到五分鐘 我們第二天 大約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一個訊息 說Bunny是沒事的 所以其實過程是一點都不複雜 而且一點都不痛 求個安心 為了自己好 如果你有症狀 也是檢驗好一點 多謝你們 拜拜